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诊病例其中是一起来自吉达州西瓦干加感染群 同时出现了第二代感染 警方昨天逮捕了315名违规人士 当中有127个人因为没有戴口罩而被警方开出罚单 为了遏制疫情蔓延 国人不只是必须戴口罩 而且必须把口罩戴好 否则将会受到对付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14起确诊病例 其中一起是输入型病例 13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另外今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吉达州今天新增最多病例 一共有11起来自西瓦干加感染群 这个感染群已经出现了第二代感染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14起确诊病例 其中一起属于境外输入病例涉及外籍人士 另外13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全部都是大马公民 没有涉及非公民 与此同时 卫生部公布 吉达州今天新增最多11起病例 这些病例来自当地西瓦干加感染群 这个感染群出现了第二代传染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999起 还差一几就突破9000例 同时我国今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所以国内的累积死亡病例 维持在125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17人 目前累积康复出院的人数有8664人 目前还有多达210名确诊病患 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有两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一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从昨天开始 我国全面落实 在公众场合强制戴口罩的措施 对此本台记者特别走访了 斯美兰州辱来休息站了解实际的情况 下来一起看报道 根据记者今早10点在辱来休息站的观察 现场所有访客以及商家 都遵从政府的指示戴上口罩 这么做除了是避免被罚款1000定级 更重要的是维护自身的健康安全 对此商家乡记者透露 其实戴上口罩并不是一件 困难的是 只要全民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我国最终将能够战胜疫情 RTM森美兰采访报道 随着我国的疫情出现反弹的迹象 政府从昨天开始 强制规定民众在公共场所 必须戴口罩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rshi Ismail Sabri指出 警方昨天晚上一共逮捕了 315名违反复苏式刑管令的人 当中就有127个人 因为没有戴口罩 而被警方开出罚单 Ismail Sabri在文告中表示 除了没有戴口罩的人以外 还有150人没有保持距离 以及38人 涉及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而遭到逮捕 315人当中 有3人被延扣 312人遭到罚款 他表示 截至昨晚 警方已经展开 63,473次的突击行动 以确保 民众都有遵守 政府颁布的标准作业程序 另外 为了避免防疫凶懈 引发第三波疫情 执法单位除了设置路障之外 也对餐厅 饮食中心 工厂 银行 以及海陆空交通服务总站等 展开突击行动 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如今大家不只是必须戴口罩 而且也必须把口罩戴好 昨天警方在关单一家商场进行突击检查 发现一个食摊的服务人员 没有正确戴口罩 当场对他们采取行动 这段视频是在星期六拍摄 并发布到优管频道 视频中显示 有数名食摊员工把口罩拉到下巴 被亲自领队突击检查的 关单警区主任 穆罕默诺助理总监发现 当场指责食摊员工 抨击他们身为餐饮服务人员 却没有把口罩戴好 随后他当场要求违规的员工 交出身份证 并指示下属 把他们的身份证资料记录下来 以便采取对付行动 而在柔佛州 昨天实行强制戴口罩之后 第一天就有26个人 因为没有戴口罩 而遭到警方开出罚单 柔佛哥达丁一 警区主任呼信表示 柔佛州执法人员 昨天下午三点到五点 派人到边加兰 巴都拉亚海边一带 展开取缔行动 结果发现有26人 没有戴口罩 因此当场对他们开出罚单 戴口罩已经被列为 防疫措施之一 但是仍有部分民众 没有遵守这项标准作业程序 不配合卫生部制定的 这项卫生指南 执法当局再次提醒民众 任何抵触2020年 传染病防疫与管制法 第342条文的民众 将面对1000令吉罚款 国防部高级部长 Yershi Ismail Sabri指出 昨天晚上一共有28个人 因为违反居家隔离措施 而遭到对付 为了避免居家隔离者 不遵守指令 从7月24号开始 政府恢复落实 强制到隔离中心隔离措施 截至昨天一共有超过4000人 在隔离中心隔离 Yershi Ismail Sabri在文告中提及 警方和卫生部 昨晚一共对居家隔离者 展开2263次的检查行动 另外从7月24号到8月1号期间 共有4286人入境大马 他们分别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菲律宾、泰国、印尼和越南等等 目前有关当局已经将他们 送往国内16家酒店 和5家公共培训学院进行强制隔离 其中有13人确诊感染病毒 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疫情暂缓 许多人趁着这个星期的哈治节 长周末回乡探亲 或者是到处旅游 随着廉价结束 许多人今天下午开始陆续回到城市 通往吉隆坡的几个主要大道 出现车流量大增 交通行驶缓慢 今天下午两点半 各个主要通往吉隆坡的高速公路 车流量开始增加 武吉安曼交通执法及调查局副总监 Margrizana Abidin表示 随着假期结束 民众陆续在今天下午回到城市 准备明天复工复课 许多道路涌现车龙 他劝起民众妥善安排行程小心驾驶 当局今天也派出人员监控各个路段的车流量 以及帮助缓解车龙 另外马来西亚大道局发言人指出 255公里至260公里以西的左边车道 以及从双西霹雳休息站通往美罗拉隧道的道路 将会暂时被关闭以缓解交通拥堵 任何疑问可以拨打plusline热线 或马来西亚大道局热线 以及浏览官方推特查询详情 国内的烟酒走私活动锐意猖獗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柔佛州警方一共起货了两宗超过22万令吉的走私案 当中有三名嫌犯落网 柔佛州新邦定金普通行动部队第五营 起货400盒 总值12万4千令吉的走私香烟 如今已经有一名18岁的涉案青年落网 该部队指挥官迪明阿旺指出 在7月27号的行动中 警方也充公了190箱涉及逃税的酒精饮料 总值10万2千令吉 另外一共有两名男性嫌犯落网 有关当局将援引1967年 关税局法令第135条第一款条文 调查这两宗走私案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洲的疫情升级 维多利亚洲今天新增671起确诊病例 维州州长宣布当地进入灾难状态 墨尔本今天晚上开始实施宵禁 稍后回来一起掌握 海外疫情请别走开 好的 这节环新闻就给您播到这儿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